原来有一名27岁的男子专挑没有人看管的夹娃娃机店下手 窃取机器里面的硬币 那么日前他在抖溜又要放案的时候 碰巧被老板从远端监控的监视器里面发现 立刻是冲上前去跟他理论 不过最后还是被他逃掉了 还好说呢这个小偷的机车停留在原地 警方埋伏趁着他回来亲机车的时候一举将人逮捕 监视器拍下夹娃娃店内一名男子鬼鬼祟祟 先是观察店内情况 接着拿出一把长螺丝起子用身体当掩护 敲开锁头窃取里面的零钱 但这一幕全被老板从远端监视器发现 冲到店内打个正着 老板立刻冲上前去和男子理论 但碍于对方手上还拿着螺丝起子 担心自身安危 最后被他给跑掉 老板立刻报警 男子见世纪败露落荒而逃 没想到他的机车来不及牵还留在现场 远警埋伏趁着男子回来牵车时 当场将人逮捕 这名27岁的潘姓切贤赚挑无人看管的娃娃机下手 利用一把螺丝起子偷遍斗六式的夹娃娃机店 这一次终于被老板发现 通报警方将他逮捕 记者方忠诚 云林报道